大家好我是利蹦 今天來分享一點麻將的小技巧 今天我們來分享一下吃牌真搭術的技巧 吃牌真搭術這招就是說 當你的手牌只有五搭牌一下 比如說我們現在這手牌 只有一搭兩搭三搭四搭五搭 只有五搭牌 然後你的手牌也有這種 它又是順子又是兩搭牌的牌型 比如說這個二三三四萬 它既是二三四萬這個順子 它又可以是二三三四萬兩個搭子 這種時候我們就可以來用吃牌真搭術 比如說上架打一張一萬給我們 我們就可以把它吃掉 這樣吃掉以後 然後把東打掉 我們這樣就變成一二三四五六 六搭牌 這樣就一盡聽了 這樣聽牌速度就會變比較快 有兩種情況就不用做吃牌真搭術了 第一種情況就是上架打一萬給你的時候 這時候你看到桌上有四張五萬 還有一張二萬 這樣的話就算你把這個一萬把它吃掉 這樣我們這個三四萬 它只能等兩張二萬可以變順子而已 這樣效益就太低了 就不要吃了 第二種情況是 我們的手牌已經有六搭牌 像現在這手牌已經一二三四五六 已經六搭牌就不需要增搭了 所以就算上架打一萬給我們 我們也不要吃 那有空再跟大家分享更多麻將的小技巧 謝謝拜拜